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5.0前瞻大调整 有望新增剧情跳过 免费送5颗星 只会挽回玩家 元神4.8 这5个原因让众多玩家不满 这话再不悔改 真快到头了 各位大佬好呀 万众期待的5.0前瞻将会在下月16号中午11 事务开市 本次前瞻直播不仅时长延长 就连时间段安排也变了 玩家流失严重 元神5.0前瞻可能会做出什么举动挽回呢 于是就有大批玩家给出了三种合理方案 首先就是赠送一位新五星角色 不仅可以为了5.0那塔拉星 还可以改变近期的反原风评 哪怕不是限定五星 也好歹应该送常驻五星 我还想要克勤 再送多几个自选四星 5.0作为新版本 还是周年庆 这是最好的拉星机会 大家也知道新玩家真的是流水命根 要拉星的话 送五星是最好的宣传了 而且别以为这样的话 老米会很亏 隔壁送真理医生的代价是什么 是索配队 要错追击队 你要花多好几个斤的成本 刺激消费 所以这样的话一来二去 老米不亏 而且玩家也会觉得自己赚了 第二种方案就是新增剧情跳过功能 这也是原神被众多玩家吐槽的地方了 感觉不加剧情跳过萌星会玩得很痛苦 再加上近期原神连续优化了众多东西 新增跳过剧情也不是没可能 隔壁明朝这点就挺好 不喜欢的剧情全部跳过 一进对话就疯狂点左上角 喜欢的剧情有时间就过一遍 没时间就跳过等周末或假期去云一遍 而且一个萌星从创号 萌得出发到那塔需要多久 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才能体验到那塔给他们展示的内容 如果确实有人 是因为那塔版本的内容入坑的 又有谁能够保证 他们也会喜欢前面国度的内容呢 第三种就是送50抽 这也是希望最大的 不过说实话 送玩家一个自选的常驻五星角色 武器真的对游戏流水 有任何影响吗 真是太抠了 要是米还一副玩家爱玩不玩的样子 我心我素 那哪天真玩家流失 拉不回来的时候可就要难受了 而且从3.0到目前4.8 很明显都看得出 原神项目组是在摆烂的 没有3.0之前的冲劲 瘦画一直以来的傲慢和放飞自我 家带失货 尤其是最近的4.8剧情 原神已经没啥大的竞争力了 现在的热度 不过是之前玩家的基本盘大 很多放不下沉默成本而已 5.0或许是个重要转折点 乘者苟延残喘 带着退出舞台 大家觉得这次前瞻 会有什么福利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 各位大佬好呀 针对本次4月8日大节奏 也是有不少玩家私信想知道具体原因 其实主要是五个地方 一 认为主角塑造太过废物 明明掌握五元素利 结果再度走哪晕哪 大家从瀑布掉下来之后 其他人都保持清醒 只有主角晕了过去 被玩家调侃为提瓦特奈碎王 更有玩家调侃说 五元素利给一头猪都成五灵王了 但主角表现得却很废材 2.主角被妮露嫌弃 黄毛晕倒之后 躺在妮露腿上 妮露来了一句自己的腿好痒 为什么不把他放到旁边的草地上 于是就有一些玩家认为 妮露是在嫌弃主角 对比之前一见面 就热情拥抱的妮露 前后反差太大 被劈绿茶 还有玩家表示 之前拥抱主角是为了卖皮肤 现在的情况就是 卖完之后就开始嫌弃了 3.主角来到童话世界 以为自己是勇者 结果发现勇者并非自己 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角色伞兵 最后还被告知你是一个见证者 引发部分玩家不满 认为主角没有受到主角该有的待遇 纯纯的只是一个摄像头而已 4.妮露这次新出的皮肤名为萨邦之西 一些玩家认为这个名字实在暗示伞兵之席 不仅衣服上的装饰和伞兵的专舞相似 就连新地图中有三个NPC 他们的站位也很微妙 有人认为坐在一起的红色小人和蓝色小人 代表妮露和伞兵 而在一旁偷偷观看的黄色小人 则是代表主角 颜色都能对上 因此妮露也被一些玩家称为伞兵夫人 勇者夫人 5.刻意洗白伞兵的方式 安排伞兵大量剧情 也让不少玩家没法接受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有玩家就认为伞兵 现在最适合他的剧情 也是最不引起玩家反感的剧情 只有两个 一个是去何博士报了 另一个是报完后 以走马灯的形式回忆除罪过程 然后何博士一起上路 不过对于以上这些争议 也有玩家进行反驳 说是断章取义 不知道大家对此又有何高见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